定是接触一些抽象的东西 它是融会贯通的 曾几何时 人们把速算当成一种不可思议的数学能力 比如在1989年春节会上 一群小学生曾现场表演速算 对一些四位数的加减法和三位数的惩罚 52加上7864 加上4272 加上5876 加上6872 等于 孩子们能够脱脱而出得出结果 让人惊叹不已 但随着速算逐年推广 很多人逐渐意识到 速算依赖的是一套有规律可循的特殊口诀 而并非异于长痕的数学天赋 普通人经过训练就可以掌握此类运动 起码他姐姐他母亲相信 说这个孩子有这能力 那他母亲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第一个是这个孩子 他母亲认为他是天才 是因为他的计算能力是挺强 这只是相对于他其他能力弱 把他显出来的 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个天才 所以我说这个节目 我们看完了之后 你得仔细琢磨琢磨他背后的道理 其实从科学角度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来论证这孩子身上的一些特征 以及他的速算能力 周伟在最强大脑栏目中的表现 引发了一些质疑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1月23号 周伟在母亲陪同下来到上海 接受了上海交通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专家的测试 据介绍 测试人员让周伟心算了许多类型的题目 例如多位数乘法 乘方运算 开方运算等 其中也包括方舟子提出的 三次四次方这类运算 结果周伟都能够算出来 专家组得出的结论是 周伟的心算能力的确超出常人 周伟在语言能力 在社会交往能力上 他都显著心的低于正常人 但是在数学能力上 他能达到甚至是超出正常人的水平 从沈阳陆明春饭店创始人 三国演义里的张宗 到社雕英雄传誼的彭夫人 那些技艺超人的传奇故事 是夸大其词 还是确有其事 技艺好就等于智商高吗 牛顿 爱因斯坦 卓别林 这些世界级的大师们 都犯了哪些糊涂事 过目不忘 一目十行 眼珠一瞪我就记得了 老梁现身说法 给您讲讲 好记性是如何练成的 也就是说天才是无法训练的 你谁偷说能训练出天才的 不可能 但是记忆力 死记硬背着能力 心算 这些确实可以训练 咱们有很多朋友 不就是经常忘事 总得写到本上 有时候这还记不住呢 耽误事 哎呀 你看人家记忆力多好 它确实 我们生活当中 有一些人记忆力比较特殊 挺好 你看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那个沈阳有一家这个饭店 在陆明春 老店了 咱们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 这个陆明春饭店的创始人 是个闯关东的 一个小伙子 他当年记忆力好在什么程度 他给别的饭店打工 跑堂 那个过去饭店呢 不是说来了吃完饭就结账 因为都是附近的熟客 一般是呢 你吃过一段时间 天天来吃的 隔了一个月半个月 有伙计拿着单子到你家 说你花了多少钱 你一次给结 是这种结账方式 所以这就需要伙计拿着单子吹账 到了月底 但是这个伙计 不用拿单子 到这去 梁先生 您结账吧 总共是多少多少钱 哎呦 那单子呢 不用拿单子 我跟你说 这月初一 您来了 吃了鱼香肉丝一盘 米饭一碗 第二天您来了 溜入段一盘 还吃了干渣小黄云 然后主食吃的葱油饼 他他他他他他 多少钱 他给你抱的清清淑淑淑 所以当时这个能力 很多人都惊叹不已 后来他独立出来 开陆明春饭店的时候 张学良将军 当时还赞助了他一部分钱 算入骨 那么他这激励 就是完全后天训练出来 天天跑场 对每个菜 那是滚瓜烂熟 然后再寄这个人每天吃啥 所以这是完全能够训练出来的 你再像这个三国演义里边 叫张松献地图那段 张松一开始想把西川献给曹操 见了曹操 曹操对他很傲慢 曹操说 我这个兵书战策很熟 你看我写本书 孟德新书 那就是兵法的 张松拿过来 看了一遍 说此等书 别人写过 在我蜀中 三岁小儿都能背诵 曹操一听急了 三岁小儿都能背 你给我背背试试 张松他他他他 一字不差背出来 祖下如若不信 我可以背给你听 治国一信 治军一诈 吉荣各书 故曰君荣不入国 国荣不入军 理不可以治兵也 曹操得唬住了 晚上回去琢磨琢磨 莫不是古人与我暗和 我自个儿写出 古人也跟我想法一样 得了 把孟德新书给烧了 你看这就是记忆力 非常好的一个例证 咱们看那五霞 说《摄谈文雄传》里边 黄荣他忙 那记忆力好得吓人 黄老邪呢 就用这种方法呢 骗周伯通 说你那书啊 我给你赌 你要赌书了呢 我不看 我媳妇不会武功 你让他看一会儿行吗 结果赌书了 周伯通把这九云真经 下卷拿出来 他媳妇翻翻翻看 一边看一边记 记住之后 廖爷说 周大哥你上当了 欧阳鹏给他调包了 周伯通说你怎么知道 你看我给你背一遍 啪啪给背出来 周伯通一看 哎呦真这么回事 气得把这书给撕了 上当了 他一走 这黄荣他妈就把这九云真经 给默写下来了 当然这巧语豪夺 后来也没遭到好报 这个书呢 被同时铁师 陈玄峰没朝风偷走了 他母亲没办法 又接着记忆 可这时候耗心血耗的太大 最后黄荣呢 这个升线了之后 他母亲就死了 你看黄老邪他老婆 也是个记忆力很强的 有人说这个记忆力 有什么诀窍呢 咱们 咱不自夸的说啊 我身边不少人认为 说老梁你记忆力 就比一般人好 我觉得这里头 没什么诀窍 无外乎呢 从天生的角度来讲呢 我确实可能 主管记忆这部分脑细胞 比一般人发达那么一点 但是我的后天训练 那是非常扎实的 从小我就背 古诗词啊 四十五星这些东西 从小就看就背 而且呢家长呢严格教育 比方说这顿饭 家里包包的 不让你吃 你要背不会 你不让你吃饭 小孩馋呢 脑袋还简单 赶紧背 我记得李白的鼠道南 我当读了两遍就背下来了 就是开发的非常早 到后来形成一种习惯 就把记忆变成一种习惯 变成一种乐趣 你像我现在比方说 大家看老年观世界 这节目里边 经常解读国家政策 那么我有的时候呢 会把国家的政策 原文呢在节目里我背一遍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呢 我感兴趣 同时我又需要 它是我的工作时识论 所以我看的时候呢 强化自己必须记下来 眼珠一瞪我就记下来 所以有很多朋友说 说老梁你蹬蹬蹬说那些 我看过电视台录像 这前面底下搁一小框 有提示器 你照着读词的 我跟大家说 我面前什么提示器都没有 你看我说的时候 经常演示看别的地方 如果要有个提示器 我不看的时候 跟我早忘了 这为什么呢 这敢我也应该这么敢 所以我说 这个就是带一定目的 去强化训练 你也能达到 这样的程度 它没有什么奇怪的 而相反有的人呢 功成名就的人呢 他记忆力遭到一定程度 那是因为呢 可能他的世界里 并不需要记忆力 来给他推进 他的职业往前走 你看牛顿 物理学研究 这大师了 早上起来吃饭 结果他老婆在他前面吃了 这盘子里边呢 他老婆吃完 把鸡骨头放那 这牛顿一边看书 一边坐着要吃饭 你看旁里都鸡骨头 只打自己嘴巴 我真是饭桶 我这不都吃完了 我怎么还吃呢 你看这么会儿公车都忘了 爱因斯坦经常 连自己家住哪都忘了 有时候得叫警察 给他送回去 爱因斯坦呢 到这个税务局交税 税务局问您贵姓 可忘了自个儿 姓什么叫什么的 卓贝林在舞台上 有那么多好的这个戏剧 演了那么多好的电影 可是天天跟自己 在一块待的秘书 姓什么叫什么 他经常就给忘了 最有意思的 瑞典有一个科学家叫林奈 当年写过一篇文章 发表到这个报纸上 后来呢 这个文章被编入到一个文集 他隔了几年看着文集 看着自己写这篇文章 读得均均有味 越读越好 这文章 我能写出这文章得多好 你看就他自个儿写的 两年公共他就忘了 所以有的名人 有的是有成的人 那不都是记忆力好 有的人记忆力糟糕到一定程度 他为什么糟糕 他觉得他用不上这个东西 而且呢 在他的世界里 你记住 任何人世界都是如此 你要这上是强项 那上就是弱项 你想这上取得点成就 可能别的上就亏点 你看在生活 不容易在哪个上 做出特别大成就 我身边我就发现 凡是特别精明的人 往往都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精英 就是在某个领域 干出很大成就了 为什么 非常精明的人 他啥都精明 跟你算账也精明 跟他算账也精明 整个这个职称也精明 到菜场买菜也精明 买商品 货品三家 看个电视剧 能说头头是道 什么上都播撒精力 结果是什么样 他往往没有一样 是真正精通 就是人生在世 总得是有舍有德 你得放弃 你才能获取 咱们经常说那么句话 说这个有的人 大事不糊涂 大事不糊涂意思是什么 小事你得糊涂一点 你总要有取舍吗 就我刚才说几位 记忆力不好的 大事件人物 那他就是 他自己的事业上 他一点不糊涂 他很清楚 可是平常生活小事上 自然他就糊涂点 搞一下微妙的平衡 也是让自己的精力 能够更好地 集中在这个层面 所以我说呀 什么天才 那不是天才 他是训练的结果 而训练之余呢 在这上有德 耐上有舍 这样的话 某一方面就会突出 甚至包括 我们刚才说周伟 这个中度智障人士 可能他的生活 别的什么他都不知道 但就这一块 就有飞速进步 其他方面 还有弱的吓人 那好 这一块 反而成了特别天才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 老江关事电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